聪明的家长知道 美术教育不是一种单纯的技能技巧训练 而是一种文化学习 注重培养人文素养与美术素养 因为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中 美术本来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 是在情感思想的表达交流中发展产生的 专业的美术教育以发展学生整体素质为本 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想象力 创新精神 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 进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最终使学生学会学习 学会做人 终身受益 不过专业美术教育不是纸上谈兵 必须要有专业的美术教育团队和机构 才能够提供完善的教学体系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在南加州拥有17年历史的天普美术学院 是如何栽培精英学子的 他是赵建新教授 自1982年起就开始从事大学美术教育 1995年到美国定居之后 开始全新境界的艺术追求 克服种种困难 投身于幼儿和青少年美术教育事业 并且在1996年创办了天普美术学院 原来呢我是那个80年代初 开始在大学美术学院教书 那么然后来到美国的时候 一开始最顺利的就是教学和创作都可以 所以教学呢 那就很快就教得非常的成功 就很多学生 但当时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这样教孩子 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分级分班 也没有办法按照教程 基本上都是要么我就去中文学校教课 要么就是被请到其他的地方 要么就是也有学生到我家 那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 就开始考虑 毕竟是做了 做了十几年的大学老师 一直心目中还是希望觉得有 就是不想浪费自己 那同时呢也希望自己的这种 专业的这种知识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孩子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考虑得办学 以华人背景在美国从事美术教育工作 赵院长面临最大的挑战 是中美文化在教育制度 理念以及方法上的不同 如何截取双方的优点 去除缺点 再减少差异 同时要取得最好的教学效果 赵院长说 他几十年来都在研究这个课题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当教师为学生种下创造性思维的种子 将来必成为创造型的人才 赵院长除了慎玄老师 培训教育人才 也要求教师在此教育体系中 不断的更新自我 完善自我 硕造自我 赵建兴院长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默默耕耘 带领着团队不断的创新 全身 全新 投入 开发 研究 CTA整体教育 正规美术教育系统 多年来他所独创的CTA整体教育系统 符合了美国高等教育 培养具备创新资维 领袖才能人才的理念与需求 并培养了众多进入名校 获高额奖学金的人才 现在他终于实现了美术教育的梦想 收获了桃李满源的春天 如今天普美术学院已经成为 领先同业的品牌学校 这个画画背后 说孩子的耐心 孩子的严谨 孩子的认真 包括孩子的创造性 孩子的胆量 孩子的自信 他这一系列的东西比画画更重要 哎呦我说 这其实这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 那我们这个团队就是研究了十几年 其实就是想追求这个东西 所以咱们最后 做到今天呢 咱们你想去年开始呢 把我们这个系统呢 公布于众 赵建新院长更于2012年在北京获得了全球华人十大杰出企业家荣誉称号 而天埔美术学院也在同一年在北京获得了全球华人十大行业百斗七星成性企业荣誉称号 以一个艺术机构能够获得如此殊荣 赵院长对美术教育的创新与努力是得到各界肯定的最大原因 一个中心核心吧就是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叫CTA CTA其实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整体教育 所以一个孩子的成长不是你弹个钢琴它就很棒 也不是你画得多漂亮它就很棒 所以一个孩子的成长它是需要整体的素质的提高 那么这个整体的素质的提高呢 在咱们整个这个教程中所研究的点在哪呢 我一直强调就是为什么说一直在推翻 不断的推翻 不断的冲来 不断的这种 就这种过程就这么做了十几年 我们研究什么呀 不就是教小孩画画吗 那不是太简单的事了 为什么做过不完不了的 其实我心目中一直有一种 说理想也好 说愿望也好 一直有一种这种想法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些孩子们不一定喜欢画画才值得培养 也不一定这个调皮捣蛋就不能够建立这个素质修养 我始终把它做为什么呢 就是孩子们正常接受教育的一部分 很多家长都没有想到 优质的美术教育可以改变孩子的性格 改变孩子的未来 天埔美术学院院长赵建新教授非常有自信的表示 他所独创的CTA整体教学系统不是只教孩子画画 他希望是从性格上陶冶他们 以后无论做什么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让孩子能够在美国这个竞争的社会凡是取得领先的地位 将来无论他做什么 律师 医师 工程师 他都会比别人优秀 这个修养造就了他们成功的基石 因此只要家长们坚持在这个整体美术教育系统中努力 孩子就能够出类拔萃 当然就是说从咱们这个美术教育来讲的话 我也心里心目中也有那么一点点奢望 就是这个系统被更多的人享受 那顺便呢再提一下 因为好多好多家长问我 就是这个天埔美术这个事情 那天埔美术好像大家认为天埔美术都是一样的 那具体发生了什么 其实在这儿也不便去多说 但是至少告诉大家一件事 就是目前我们在研究的这个系统 仅在天埔中校 天埔式的天埔美术中校 还有我们所属的分校 那在就近来讲的话 一个是丹麦班一个是陶仁斯 那么这个系统就是过去 因为我们一开始开分校的时候也没经验 都是各自为政 随便教 还教这个名字 那真正的研究呢 总校做的这个研究呢 就是在总校这个范围当中 原来一直期望就是等着全部研究完成了之后 我们是一刻一刻编的教材 大纲完了之后 接着就编教材 所以原来一直期望等着全部完成之后呢 要统一培训 那愿意不愿意 除非你有更好的研究 那样的话可以去把它吸收在一起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只要叫这个名字 就应该实施这个学校的教学的课程 包括排班 包括考试制度 所有的一切 那目前来讲呢 反正就是我只能在这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这所有的这一套系统 排班 考试制度 所有的 就是值在这个学校 和所属的分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